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歡迎來到港珠澳第25集 其實不經不覺我們已經做了一周年 多謝大家跟我們的舊樓無知和randomness 貓姐今天阿簡樂夫回來了 終於找到他了 真是挺辛苦 一向都在 不過近來少了關心時事的東西 所以沒什麼參加你們的錄音 我以為你搭洗頭艇去了游山換水 是呀你剛才放出來 你是不是自願搭洗頭艇回去 協助調查 我已經放棄了澳洲籍 因為你首先是中國人 是呀 所以我放棄澳洲籍 但是這個又不見你找澳洲的 Foreign Affairs求助 對呀 哪個都放出來 李波恩 現在上去就上去拍完影片 等等 不是呀 說他什麼 不是呀 說他已經放回香港燒案了 神經病 是啊 我也不知道搞什麼 真是變態 可以這樣自由出入 有警署不會告他 不是呀 告他非法出境 是呀 洗頭艇這麼舒服 跟五條樹局友去賣人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今天其實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 所以 不如我們一開始說一下樓市 我剛才看到你那個 這個優惠率又下跌了 等等我先開個電郵 怎麼可以不說這個樓市環節 喂 阿貓姐 先說樓市環節 阿貓姐最近收到什麼風 你是江湖伯 江門伯曉生來的 喂 是啊 最近 其實報紙也有賣 你有沒有看到 中國那些有升 那些樓 但是很奇怪 而且我最近聽到 現在加強監控外匯 中國現在開始外匯 有啊 是啊 收到 以前五萬元 你可以無限的名額 現在有限 五萬元 之前可以 以前可以 現在有限 他用電腦來檢查你 對人名的 還有你看到 中國樓市一線城市不斷升 其實會不會 他想把錢保存回到中國 等到樓市升 引你放進去呢 其實這件事情 今期一周刊很棒 就是說 內房升溫 將會是 最後一劑的雷曼爆煲 就是 無緣無緣無故 製造一些生產品出來 製造樓市 你知道那些傢伙真的不做 preparation 他不會去 research 還有他們沒有hatching 那些 沒有的 就是糾衝 放棺材本下去 就是社保基金 加退休金 丟一些 硬硬煲起的火 之後就好像壓力煲 就是好像 丟罐頭入壓力煲 丟石油氣罐入壓力煲 我又聽到一個說法 他說 為何那些深圳大城市的樓 升得那麼厲害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他的邊廂 會走資出來 因為那些樓 有些海外 可能主要是香港 是可以接受你大陸那一層樓 用那一層樓來按借錢 可能他就買了那一層樓 然後在香港 或者再借一筆錢 變相走資 我聽到一個說法 我聽到一個說法 不知道是否證實 就是這樣 因為他管制資金流出 那你大量買了那兩樓 然後再按回香港銀行 那香港的銀行不是有 是啊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就很嚴重 但是我不知道香港銀行 會不會做這些 我知道香港那些中資銀行 是有做這件事 譬如深圳有樓 你可以擔保 你可以問他借錢 那就可以走資出來 就是說 是啊 變相走資 譬如我在香港的中銀 拿一塊錢 那就走出來 如果這件事說法是對的 香港的銀行 如果一爆破很嚴重 是啊 我想到一個更加絕的方法 那更加絕的方法 就是怎樣 你知道我們很多 那些off the plan那些 就拿回香港買 拿去大陸買 那樣 就是這些 深圳 上海 那些什麼內房 應該走來澳洲買 走去美國買 困鬼佬 騙外匯 騙外匯 是不是糟糕 怎麼騙外匯 他怎麼騙外匯 你知道我們那些off the plan 那些 會拿去香港 拿去大陸買 是啊 那你就把那些大陸那些 賣這個城市概念 深圳一城化 珠江新城 上海那些浦東新城 賣給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就是當resort home 那樣 我真的把大陸拿去給那些鬼佬 你意思嗎 是啊 這條絕世市橋 但是政府不行 政府從來不行 很難 你是外來人 就算你香港收穫 很難買樓 不是啊 但是如果他是 真是怕要cap cap到這樣 這個不失為一條好竅 但有沒有人會回去 去那裡買 問題是 那你說這裡 那麼多娶了大陸老婆 那些好像 這個Turmbu的兒子那些 那些 我不信 有那麼多人 就是外國人 會去那裡買樓 其實我也不信 我有卡 是 反而我覺得 會不會是 他特意現在想吸收資金 就是想 用這些投資 去吸收資金 以為這樣 那他升 那些人就會 投資 吸收資金 是 也不理會 就是進地一步 不理會了 就是進地 就是用這些招 去吸收 因為我知道 有些人 知不知道之前很狼 之前 澳子不是很高的 那些人 那些人 那時候 對 90 很高的 好像是1元 對6-7元 那些人 那些人 就在home loan 拿錢 拿回去做定期 那現在就 糟糕了 那些人不知道怎麼拿錢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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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還要是 趁很高 那時候 去賣人 賣屎 也不夠賠 對 因為你想想 你的home loan 澳洲的home loan 可能是 4年多 在這裡拿 對吧 那他拿回去 有些高息給你的 十 十一 都見過 過年那些 比你高 那些人 那些人 擺回去 想著 之前在那邊擺著 沒有拿過來 那現在真的 大埔 還要還澳洲的數目 就是地下錢莊出動 你說清盤率低了 但是那個樓價是沒有低的 仍然沒有低 就是說今天 剛才我們說回正題 今天的新南威二時州 schedule了669個 auction 成功率是68.94% 簡稱是68.94% 阿賈洛夫 你有沒有說樓價沒有低 應該沒有什麼跌到 成交量可能跌了 沒有那麼狂 但是那個樓價 但是那個價錢好像站得很硬 對 對 對 屋真的是很硬 就是它是 早陣子倒下來之後 就沒有再倒下 沒有什麼倒下 其實說真的 沒有倒下 豪宅也倒下 豪宅 豪宅那些人 運不到錢下來買 就是 是啊 它倒下的程度 就是 我也是經常在自己Facebook說 只不過是 在瘋子柴線 變成瘋子柴線 對啊 今天又說起了 今天有一宗新聞 你不知道有沒有看 什麼新聞 有些PK屋子 又有60個屋子 合起來買地 買哪裏 賣French Forest 賣200個MIRROR開價 French Forest 那些屋子很大地 有條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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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地可能 它未必是 什麼的 未必是可以 起到盡 有些可能 French Forest 不是平地 就是三波 那你給錢 就剷平 好像Central Coast 給錢 買人就搞定 那些人 那些人怎麼分裝 那些人 有條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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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除尺寸 那些人說 那些河子 那些河子 也很笨 其實也挺愚蠢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分 但這個新聞真的挺正的 我現在剛剛看了這宗新聞 其實我知道哪裏 我想說 他們 是不是真的這麼等 我看他們那些 整班老人一起拍照 像是這麼便宜 這麼便宜 賣來做醫藥費 大哥 哪裏值這麼少錢 62間屋 就是這樣 我說賣得便宜 還沒說他 神經病 看上去是整班老人 真的整班老人 那些人 是否沒有錢 沒有錢醫病 他那些給你一個價錢 不是看這家屋 你家屋多靠近 他只是缺點地 對 所以 如果 如果你賣一個 我的家屋 爛容容的 那當然是划算 如果我的家屋很漂亮 我賣給你便不划算 所以我就說 你很難去六十個夾出來 也不知道怎樣打崩頭 一會兒 你便要大份 他便要小份 對 我現在正在看 我看了兩篇文章 其中一篇 就是List迷那些屋 是甚麼樣子 那些屋是漂亮的屋 那些屋 就像Tony Abbott以前的屋 那些屋 是呀 那些屋 簡直是漂亮的 不是不差 那麼簡單 是住得下的 那你知不知道 那個收地 一個發誌來做甚麼 看看 那屋是在建醫院 他附近那裡 就是建一個新醫院 不是建屋 建屋 建屋 是的 建屋 我 我很懷疑 可能會建屋會爆破 甚麼呀 會很快爆破 因為有很多現在是 很多是批了 未建的 建的那些屋 現在是 前那兩年 前那兩年 不是收了很多來建的 現在開始是 開始動工的 是啊 就是 一來的供應量很大 二來呢 就是 接近之爆了 那一爆破 那些發展商 收了很多來建的那些 那些大壞 因為立即銀行會斷水 因為如果他建設你的 project 賣不到 那些錢 是啊 因為他分期給他的 你很厲害的時候 銀行借到這筆錢給他 那我一邊賣樓花 如果你一賣不到樓花 銀行就會斷水 就會爛尾 是不會了 今次那個時候 黑了床有個本來是這樣的 那麽 那些 你說來這裡很多這些 你看到很多是 收了很多 準備起的 最麻煩的 他還是沒起好的 起好你買了他的收費 那不肯 現在才起 大佬 現在未來一年 現在金面的經濟會很差 真的 知道 阿简洛夫 你平時走不走 你走不走James Russe那邊 在Parramatta上去 還是你在上面 間中會經那裡 你見到 就是他 你一過了Northmead 就是Office Works那裡 有一棟PIA起的 好像骨灰坑那樣 哦 那裡 很肉酸那裡 是不是那個 是Northright Garden 不是Northright Garden Northmead Northmead那裡 就是那個大灣那裡 阿简洛夫 你知道我說那裡嗎 那裡 大天橋那裡 就是 不是天橋那裡 應該是那裡 就是下面路過那些 就是那裡的交叉路 你明白他在說那裡嗎 那裡的大灣 那裡的大灣 哪個區 Northmead 你不熟了 你不熟了 Northparamatta Northparamatta 我知道 那些東西起得好 那些東西很厲害 那些東西起得好 我知道 就是上Hornesby那裡 那裡嘛 是呀是呀 那裡 我知道 那裡 現在 你根本 Parmatta的房子 被人打破了 就是剩下那一桌 還有少許房子 很多上海人在那裡住 知道嗎 是嗎 很多上海人在那裡住 很多上海人在那裡住 以前那些人 老了搬了 就賣給那些上海人 但是那些上海人不會太便宜嗎 他們沒有啊 也OK 跟Parmatta 那麽Parmatta 沒有太快 他的 С 就是 那裡 本身的Coin 就不好 而且那裡 也起得好酸 全部的東西都 不是 Cрамmingford 就是on Pennan Hills 的那些 但是 Calingford 你知不知道 有開很多 沒有 Calingford 有很多東西 我一開始 就有開很多 那兒 哪個位 几个位置都有,奔鸣水澳后面有几个厕所就建了 不难啊? 是啊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这一年有什么风吹草洞 那些就在趴街 他现在还没建好 什么事? 你最开心的,如果经济趴街,反正你在找楼 你最开心的? 我没所谓,我没什么开不开心的 不过你知道,人的心态就看人家趴街最开心 果然是港主澳幸灾乐和本色的东西 我以为Kenneth有房子卖了吗? 没有,我一向没买 很久以前有房子,现在租了很久 六七年房子 我以为你一向都有 曾经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 其实现在这个环境是租楼是第一个卖楼 你也盖不了一条 你现在租比你租的便宜 那当然租的便宜 租比你租的便宜 现在楼价贵 便宜很多 我不是叫人不要买楼 买楼就要看时机和量力而为 还有现在这几年,stamp duty加了很多价 知道吗? 是的,年年都加 至少我以前买楼 刚买第一家房子,stamp duty 才有万元左右 然后买第二家房子 然后也要二万三万元 现在还贵了 还贵了几千元 因为楼价贵了 一来,二来stamp duty加了价 没太多留意 不过现在你看回租 你用回这个来计 而且你因为历史性便宜 低息而已 你加一点 你都立即 那个 还款已经多很多 我说起息 我真是幸好我确定了 然后我在credit union者 然后几间 他以前给了3.99 现在他收了旧客户 之后就加价 Wareable加到4.2 一向都是这样 一年Honeymoon给你 就是吸引你 Honeymoon是Wareable 他随时都加的 是的 银行很艰难 他这样先吸引客户 接着慢慢便宜你 是的 真的 但是阿简洛夫提到这一点 尤其是这个宅宅 租的确是比买很多 因为你想想现在 你买个one bet 都在说是六十多万 你租 你说的是二千元 个月 你真的值很多 哈哈哈哈 如果你说阿简洛夫 那些是业主给管理费 那些管理费 那些管理费 是很贵的 是啊 因为你现在租完之后 你水电煤洗你多少 但你拍一拍屁股 不用你 其实我们节目 我经常都说的 就是现在这些宅宅 你住旧楼还可以 你住新楼 那些墙又裂 那些水喉又漏 冷气又滴水 是不是 就像我之前那一间 漏水 漏水漏的都做不到 厕所整个楼 他用一些chip板来建的 你发现吗 你发现吗 这些奥猪呢 其实跟香港那些人 真的有那种心态 就是一出来做事 就一定要买一间楼 都不一定 我看鬼佬也不是 不是啊 鬼佬也有 没有那么多 但唐人就九成 但鬼佬也有 唐人有很多狗唱 因为有些鬼佬 看到唐人是这么唱 他就怕虐待 怕买不了 他又是这样 一出来做事 你明明都买不到 那么多钱 就死都死进去 所以 所以 心态都是 差不多 不过 现在你也看到 银行都在收紧 听说 不是银行都在收紧 是政府要他们收紧 要他们 当然了 大佬 你那些畢业出来 两个人找工作 就是当你两个人找工作 这些都是刚刚够 现在这些楼价很贵 又要死冲进去楼市 其实 为什么不可以那些人去租住呢 不是啊 甚至是 跟老母住 省了 对 那些人怕不断上升 就是有个心态 一样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经常说 很多东西是 就是扑街 domain 和 real estate 做成的 寫了一些交文 在说 其实我是觉得政府做成的 你这个政府 搞到一些人好像很不安 你明白吗 他自己根本 自己的politician 自己带楼 不是 不是啊 他又不想跌 是不是 不是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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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 就要 靠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 我又很恨 labor 那个 Bill Shorten 以党 在这个group 就是 你说是 打飞机也好 支持一下 做一下姿态也好 我们现在做了这个 普罗奥紐之友 这个2016年立法会选举 这个助选拳 那就是 选举事务处 亦都在上个星期 就 将这个 叫做 2016年的 立法会选举 定于 9月4日 那 简洛夫 你是不是有想着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想着回去助选 简洛夫 你是不是也有些plan 我 我也会回去的 就是 如无意外 我也希望我们时间回去 其实 其实呢 上一届 四年前 我都去玩过的 就是 你说 都挺好 就是 撇开 你是不是能帮到手 那样东西来说 就是 你帮助选 那样东西 都挺好玩的 原来都 嗯 没有啊 我四年前 我四年前 那时候 不在香港 但是呢 其实呢 就是 你说对于香港选举 我最有印象呢 反而是08年 玉敏他们在赛街 搞誓司大会 因为 是的 还有他那时候 我去看抑敏 他在麦花神的 Live 选举论坛 那时候 第一次真的看这些东西 都感受到气氛 之后 之后 之后没有了 之后我那些时候 我也不在香港 在打飞机的情况之下 哈哈哈哈 是啊 想问一下 简洛夫怎么看的 最近呢 没有很多 什麽造势 什麽 角色又出来五区 搞公投 搞什麽 我觉得 其实我一向都觉得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 那些人就说 你出来会 怎样 就是会分博票 又戒票 又什么 又说要协调 我觉得 你民主选举 哪个都可以 哪个都可以选的 是不是 你不可以 你又不应该出来选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什麽特别 说 不可以 那样样都说 选新东 没所谓 有些人就说 又说 哪个你出来选 哪个出来选 但是你 你选出了 人家不能选 是不是 就是 有人支持你 你狠狠的 都可以出来选 傻子 都可以出来选 有足够提名 你有足够提名 有钱加保证金 就搞定 像梁安琪那些 就狠狠出来选 我觉得 你不可以说 别人不可以 谁不可以选 谁不可以选 你那些 还经常说 戒票 很白痴 而且 你现在说出来选 到半年 你搞一下 有些人会知道 自己 或者 会 你讲的 又不是真的要报名截止 听 是吗 我的傻 你截止都是七月尾 你现在是表态 说有興趣 是的 你是不是多些人表态 没什么傻 其实还好 你先说了 我知道你会选 你又先说了 我知道你会选 反而还可以造成 你自己可以有一个协商 是吧 如果突然间 你才说出来选 又出来选 那时候 你现在说协调 你现在是表态阶段 不是 其二就是 那些人会这么多 嘻嘻嘻嘻嘻嘻 不是 就是 挑动 挑动 这个叫做 本土 本土派矛盾 哈哈哈哈 不是 不是 其实 他们现在公布 这么早公布是好的 你可以 炒热议题 就是 你这么晚才说 你会选 你会选 那你就不能去讨论 或者其他 而且他现在说 都没有确定 谁去选 但是网上的人 都会讨论 谁不应该选 哪个区 谁应该选 哪个区 好像现在 个个都扮成了专家 呃 敢说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简洛夫 你来的澳洲 你来的久 你记得 霍华德 John Howard 他80年代 那时候 他都是很幼 很conservative 这样的 但是 当他90年代中 他真的是 run for office 那时候 他都将自己的路线 都修改一些的 将他的东西修改 你现在尽早 说了 那你试了人家的水温 那其实坦白说 你选举很多时候 你 你改一下自己的 即不是说 要改自己的理念 你approach 那里 你用这几个月时间 来想一下 怎样去 呃 譬如 以本文前为例 本文前 这次其实 赢了很多民心的 那你就用这几个月时间 来想一下自己的messaging 你的position应该是怎样的 凡是 凡是这些成熟 成熟民主选举的国家 都是这样的 即是你一个 一个极左极右的 或者一个候选人 他竞选的时候 他一定是讲他自己的那一套 但是当你到那一刻 或者是 林近选举 或者得正的时候 他一定 不会去到极端那边的 他一定会 会自动调节 他极左的 会回去中间偏左 你极右 中间偏左 一定是这样的 你好像特朗普 那样的 他一说些人 那些人说他瘋 整天说些东西 如果他选了之后 他真的会这样做吗 你当然不会 那些人都很愚蠢的 什么政治 什么政客 他说的东西 不一定会做的东西 但是他选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 而突显他和对家的分别 如果你说的东西 如果你说的东西 由中间 你现在个个都要 王成智中间路线 你不可以说中间路线 这个人真是 卡在那里 这个人 有什么中间路线 他那种超人 真是噁心到爆 我们去评论那些人 譬如那些去竞选那些政缸 那些什么的 是多余的 你告诉他 当然他又不会吹到 就是去到极左到极右 又不会这样 明明是左 就叫自己右 又不会这样 但是问题是 他说的一定是夸大 竞选的时候 一定要需要夸大 他要慢慢竞选这个时候 他要看回民意而调节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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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普罗 他们说 出来选那么早就说 或者他会参选 这件事 其实有什么大惊小怪呢 是不是 不是 你见到 其实 攻击局 都是泛民的攻击 就是我们这些 呆客支持者 就说 出来选好事 我们去计算一下 但是 你见到 你今天有没有看报纸 你会参选好事 让他会参选好事 再加上去 很敏帅 我估计 可能他也不能回席席 我估计 但是很敏帅 很多票 你觉得这么快 慢必也觉得 这个最敏帅 我觉得 因为我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清楚 因为我 我是帮助他 助选的 其实 我知道这些票 从哪里来的 其实 你不需要和我们 说这么多 不要说 仔细 因为始终是对家的人 其实 没有两位黄先生 拘捕呢 其实也很敏 会敏 会敏 如果两位黄先生 不承计他 那真是 害怕 你很明显 这次 梁天琦的票 是拿了很多支持者的票 而且 梁天琦 今次 有六万多票支持他 简乐科 你记不记得 上次 新冬选举 一、二年的时候 你说什么 一、二年 新冬选举 范国威 被人叫他 高灯蓝 记不记得 是呀 因为那时 高灯 是捧他的 我不知道 高灯的威力有多大 但是他 他本身有些 地区的票 他有区议员 地区的票 但是他那些 地区的票 应该是将军澳区的 那 其实 都有关系的 高灯那些票 但是 你看到高灯的 舆论 近期 高灯的舆论 都少到他飞起了 幻发过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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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向 旭敏道歉 高灯 现在不是流行的 不是 这些 就是说 其实 那六万多票 是在 长毛 范国威 和曼彬 那里来的 其实 我觉得不止 因为还有很多 含泪投了 楊岳桥那边 就是 到了 九月 就不需要含泪 所以 这六万多票 可能更多 我也不奇怪 就是有机会倒流 是啊 就是到时他不含泪 有班人 不用含泪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含泪 投了 楊岳桥那边 不含泪 就是含泪 那就不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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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这几个月有很多变化 政治一天 也不含泪 看看这几个月 本民前 或者他们 梁天琦那些表现 如果 如果 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 他 那一席都可以找 一定是找 但他可以多加多少票 可以 其实我自己 对梁天琦 九月 很有信心 但是 如果 你反正 最初我觉得他很激进 但是 我后来没看回论坛 我觉得其实他可以 大学生 其实很年轻 但是他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他可以 我最初觉得他很激进 好像什么都不懂 不 其实 那个套餐也做得很好 就是 他本身的背景也好 那个套餐也好 外表上也好 他理论 以一个素人来说 是很好的 是啊 那你再加上 他就可以拿到这么高票 是啊 而且他其实 就是 他形象是很好的 就是 鄰家男孩 那样 搞到现在 好像 访明星 那样 有几个人 真是清楚的理念 我发觉 很多人 就是 好像他 一个追星 那需不需要 阿猫姐 扮五穎 在港南那里 就流了口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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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Anyway 就是9月 我们会回香港 助选也好 什么也好 就是 想见面 或者 想我们做Live 的话 发个论给我 今年说起 也有很多选举 香港有选举 澳洲 好像没有选举 澳洲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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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7月 好像 7月 最迟7月定日期 11月会大选 那跟美国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傻子 ルク 最近 最近 有没有 involved 澳洲的 协谈 TRUMP的news 不知道为什么会發神经 快点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想Dick 不是讲笑 我真的想Dick Smith случай 出來選 如果Dick Smith 选拖 我会去投他 但Dick Smith 很久 好久 很久 但是他有钱 他不會像Labor那一瓶 即是不需要有人養他 是啊 入澳洲政治了 夠脆了半個小時在浪費時間 今天有一篇新聞 就是有個女作家 她出了一本書 大爆Tony Abbott 的情史 今天我們這一集都會講很多Tony Abbott 的事情 因為我想不到說什麼 就說他是堂堂 他怎樣做堂堂 就是Tony Abbott的Chief of Staff 等於他的辦公室主任叫Peter Cradlin 兩人去墨爾本一間意大利餐廳撐桌腳 然後被人看見他就把頭放在Tony Abbott 的肩膀上 做男人最重要是有肩膀 然後又看到那女兒 就是Peter Cradlin 為Tony Abbott 吃東西 很甜蜜地 嘗嘗嘗嘗嘗 我這麼堂堂 是不是很堂堂 是不是很堂堂 很堂堂 差在未在辦公室的梳化上搏 這樣就變成Clinton了 所以不需要這個雪架 總之就是現在那些傢伙在那裡 那些傢伙跟Tony Abbott 說 那Tony Abbott 當然是否認 但是那些傢伙就說 喂大哥 你這次大領獲 你現在被人說你有匪民 你怎樣回應 這樣 但是其實 我就覺得Tony Abbott 不管 他當作花生這樣 我覺得Tony Abbott 好像想 想機會踢走Turbo 不知道為什麼 他現在是想著搞小動作 逼到Tony Abbott 他現在是想著令到Turbo Turbo無力施政 提早解散國會 解散眾議院 之後就自己建立勢力出來選 因為你現在看到他很多事情 Turbo一做任何事情 Tony Abbott就串串共 躲在那裡就串串共 那樣的 真的是一條廢柴 但是 有些人 我待會就說 Tony Abbott最近做了些什麼 貓姐那時候 陸克文和Gillia 在那裡鬧鬥 你那時候 你在澳洲嗎 在澳洲嗎 我是 我是在很多年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傢伙會不會 因為我不是澳洲 那時候 那些傳媒 會不會好像現在 天天在追訪 Ebbott 在說些什麼 那樣追訪 那時候 我覺得那些傳媒 好像覺得 Julia Gilla 可憐 因為她是女人 那樣 你其實看到傳媒 根本是自己 是有剔的 那些老闆 要寫老闆 喜歡什麼 或者老闆 希望發生什麼事 對 她根本全部都被剔的 根本就是 你看到現在 現在的傳媒全部都被剔的 全部只幫Labor 那些報 很多在澳洲 發生的事情 他們都不會報 比如說VDL 那件事 你不覺得傳媒沒有 怎麼報的嗎 就算在說 我之前 post了 你知道Riotinto 炒人 炒700個人 他報了一天 都沒有報 是啊 即是他不會再追問這些 就是說一些花生的事情 其實是 Tony 最近做了什麼卡事 他11月的時候 就在那裡 串 即是11月 你知道巴黎孔集 我們也有說 他就在那裡 串 Malcolm Turnbull 什麼都不做 你要快點 傳一些人去中東 打沉他 之後 那些人就問他 Tony 你是不是想回來 他說 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其實 你看到 那些交易也有賣 其實在Libble裡面 也有些人對Turbo不滿 就是說他 他好像 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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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即是那些 老派 右派 其實有些人對他不滿 你National Party 那些很討厭他 即是說他 形又實了 是啊 那些其實 都是支持Tony 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 就幫Tony 想踢走Turbo 但問題是 Turbo水後 可能夠勁 那些人 即是 年尾 我繼續說 Tony 這陣子 他就在問 為什麼 Immigration Minister Peter Dutton 為什麼不在 國安 那個 Security Committee 那裡 之後 二月尾 他又在說 這個叫Turbo 就deliver不了 將這個經濟增長 那誰叫你支爆嗎 你支爆 就什麼都增長不了 之後又在說 如果我做 一定可以贏到大選 兼拯救經濟 之後 這個叫做原本 你知道我們前幾集 都有說 Malcolm Turbo想加GST 即是加不成 即是 Nabor 那些人扔過付購稅出來 之後 就有無疾而終 那就是 Ebbott 你知道嗎 他出了一篇十頁子的長文 我Post了在我Facebook自己的窩 這個我沒有看 這個一定要看 即是他就在那裡 講說一個 成功的政府 如果真是想 即是令到國富民強的話 就要在收支那裡減低 那樣 那麼他說自己 任來就減了這個 叫做醫療開支 Deregulate了 這個叫做大學的學費 還有就是 將這個三十歲以下的人 去申請這個縱緩 要將它變成六個月 即是他就不斷在那裡用 即是減少政府 只可以激發那些人去做事 即是不斷在那裡扣 我撐他的肺 你知道現在的Medicare 這些都減掉了 我知道 因為他說什麼 即是以前是 那個GP 可以invoice回政府 那樣的 現在是 政府是 他現在有CAP的 以前沒有CAP 以前沒有CAP 現在他有CAP 我今天上網 我看醫生 你看到現在有CAP 頂他 因為他就是 說之前那些小朋友 就是 濫用這個叫做 濫用這個Medicare 所以就是 但是那些阿婆 阿爸很慘 有些人經常看醫生 那些 是啊 即是我也覺得 即是 我看完那邊問 其實是 其實是很 Tony阿爸應該 真是 走去 run commercial 即是 instead of run 政府 我只可以說 不過我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做得好的 Stop the boat 其實他有一件事做得不錯 沒錯 我絕對覺得 即是他stop the boat 還有 即是這樣說 即是 雖然我們 這個節目 就經常在那裡 吵架說 那些manufacturing 澳洲不再 develop manufacturing 但是呢 我真心覺得 HODEN和Toyota 是不值得的 是啊 即是那兩間 那是該死的 那兩間 你會不會開HODEN 不會 我真的沒有買 不是 這麼差 HODEN 不是 還有 我不知道那些傢伙怎麼想 但是你知道 唐銀圈子 譬如你開HODEN出來 是被人笑的 就是 神經病 你用HODEN買的價錢 買的好 他也可以 我買的Toyota 也不會壞 還有那些COVID 也不會做 我只買的COVID 很好 又省油 神經病 真是 那一段之後 其實 Tony Abbott 又在那裡說 這個叫做 即是 他說他自己任內 又推動這個減 penalty rate 即是 給一些business Sunday 開 那就又說自己 減了這個carbon tax 減了這個energy tax 這樣 又將這個small business 的tax rate off 增加到 二萬元 那樣 即是 他整篇文 就講到自己在任內 為自己歌功頌德 而 其實 這篇文章 我要說 他就 reducing government support 譬如 老公做事 老婆沒有做事 那些 他就減benefit 對 那就是釋放這個女人的生產力 那就是 剛才你說的medicare 他說 induce more price signal 入去的medicare 就會 restrain over servicing 但是 你說是減政府支出 但他終於是搞到 學費 和醫療和大學會加 就是這樣 喂 喂 喂 是 Kennie看見了 在 在聽你們說話 聽到他這麼靠 是 沒有 可能會 但是 Tony Abbott 這個禮拜 總之 寫了 叫做 這篇長文 來 罵政府 那樣 即是說不應該 cut 這個叫做 negative gearing 因為這個是 會令到政府反而 減少 不 即是令到政府減少稅收 喂 大哥 即我是很敬重你 但是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買不到樓 大佬 你問一下你的女兒 即是 我相信你的女兒 又不會走去 即是 吊一條這樣的 强國富二代 但是 你叫你的女兒 那或者別人之前買了很多樓 好像 那些 Senator 有幾個 有40間 不是 Tony Abbott 不是很多樓的 你看看那些舊新聞 即是 那不是他的名字 或者是under trust under company 誰知 即是 除了Tony Abbott 在那裡 加減稅這些 你知不知道他 即是 你知不知道國防部被人爆料 你有沒有看這項新聞 沒有啊 那麼 國防部被人爆料 就是 即是原本 即是他就 將這個叫做 你知道澳洲有潛艇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澳洲有潛艇的嗎 我知道啊 哦 這是日本的一件事 日本的一件事 日本的一件事 即是在爆他們 即是跟什麼vendor 在談什麼 deal 怎樣 之後呢 原本呢 Malcolm Turnbull 就想著是2030年的 到那裡 就是 來replace 他的潛艇 那樣 但是呢 Tony Abbott 就說現在是 即是 2030年是不可接受 他說這些潛艇 基本上呢 就經常懷有性 就應該越早replace 越好 那就說應該在2020之前 即是他的競選承諾 來換潛艇 欸 換什麼差潛艇啊 你潛艇都有差用什麼 被那些強幹 都潛進來買農地 神經病 什麼 不是 就算你 買了你的樓 買了你的地 你外面有潛艇有差用嗎 引了那些人進來 是啊 但是就算 狂居 就算你有潛艇 這個叫做 不是 雖然我覺得 就算有潛艇 Tony Abbott 都會去南海那裏 跟美軍一起去困大陸佬 但是 Malcolm Turnbull 是絕對不會 是啊 喂 喂 是 你說說 是啊 但是這個叫做 不是 但是很好笑 很好笑 這幾件事 是啊 就是 Tony Abbott 為什麼呢 他說要 justify 買潛艇 他就說 這個叫做 South China Sea 的 stability 是at risk 之後就說 溫化 還有 Tony Abbott 在南海那裏 阿貓姐你見過 你 post那篇新聞 他在那裡 寸大陸 說 澳洲 和日本 在貿易上面 和 value 走得很近 但是對中國 就只有這個肉體的關係 沒有情慾的關係 哈哈 你有看這篇文 你 post 沒有啊 我看啊 他說 這個叫做 日本和澳洲 有一個 special relationship 因為他的 value 差不多 例如尊重的人 不會去搞這些事情 但是 和中國 雖然是最強的 economic partner 但是只有賺錢的關係 是沒有靈活的 喂 你形容也很貼切 對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的 你的強國人 不斷打飛機 和澳洲 其實那些強國人 澳洲是當你是雞 哈哈 哈哈 就是 當你是嫖客 當你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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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說到政治上 那些 說到這麼像那些 有些為了錢 取堂妹那些 哈哈 哈哈 從來都是事實 澳洲 對中國的 policy 政策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如果 說句不好聽 你大陸那裏 經濟一爆煲 沒有那麼多錢 我肯定是 坐你下居 你哪位啊 是不是 你哪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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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斷幫我買些礦 有那麼多錢 是不是 你如果沒有錢買礦 然後 沒有投資 沒有投資 沒有錢進來的時候 他就坐你狠狠了 就是理分 是嗎 你看到 在經濟上 經濟上 和正義上 澳洲是 兩套東西 對他 美國老三吹雞 他就去南海 澳洲 立刻派軍艦去的 哈哈 另一方面 跟你說經濟 那些 他又和大陸 都把肩膀 但是 一一一說 打仗 那些 就當你是契弟 是的 不要唱 所以 很誠心地告訴大陸的強國人 澳洲就當你是雞 哈哈 這個叫做 口裡說不 身體卻狠誠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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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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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u tony abbott 這陣子好像劉夢prise 即是他不斷攻擊說這個Labor會加稅 即是嘰嘰嘰嘰嘰 但他不太記得自己LNP都是想加煙稅 加這個Capical Gains Tax和這個Superannuation Tax 因為他很瘋狂 即是Tony Abbott就說OKLabor現在就說會introduce 5 new taxes which is housing tax 即是減 negative gearing wealth tax 即是說會加capital gains tax seniors tax 即是他會在Super會扣稅 還有workers tax 即是他說要加煙稅 還有carbon tax 他之前不是說要scrap carbon tax嗎 不是Libro說要scrap 但現在是Labor想帶回 Labor想帶回來 兩個人都是含追投票 投票這邊都是死 但我真的覺得 Tony Abbott現在在這裏 很有夢熊大師的感覺 好嗎 好嗎 好夢熊大師 好夢熊大師 有沒有什麼炸彈啊 隨時有什麼 爆了窗簿 沒有 總之夢熊大師爆完傳媒大口那些東西 就是要坐牢 不就是沒有料爆 爆就是要坐牢 不就是沒有 我看你挺好笑的 這件事 你問夢熊大師還是Ebbott 夢熊大師又簡直是搞笑 你有沒有聽到他在迷迷做節目 你有沒有聽到他在迷迷做節目 沒有啊 說到自己很偉大師都要蹲牢 我都很偉大 笑 說到自己很精明 又說我1979年一條底褲游落香港 然後坐牢 他才是智慧型陳鹿 笑 什麼啊 對 先看看我再做什麼說 你是不是想吵架加拿大華人 嘩 對 最近 你不是說說那個新聞 什麼新聞 中嘉欣還是 對 你們說你有東西爆 我沒有東西爆 你說有個故事要share 沒有啊 你不是有個故事要share嗎 我最近見到 突然有兩個人來我們公司 然後說懶惹 聽到那些英文 就知道是香港仔 一個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聽到她說 然後看到她沒有照片 就說 I'm Canadian 然後懶惹 又說 I need to do it today If you can't provide me this service I will go to another bank 然後呢 但是呢 你一聽到那些英文 你就知道她 你不覺得她是一個Canadian 為什麼 Sorry 她的樣子是不是整個土豪 欸 肥肥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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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是不是那些 很困難 但是又不是入很多錢 那些 應該我不覺得她是 好像人家超級有錢 那些 那 今天就想說一下 這個叫做 加拿大 我就是 想說一下 為什麼加拿大的香港人 這麼困難 澳洲那些 我覺得不太困難 要是呢 要是呢 得罪她這麼說 你來到澳洲 要是讀書留下 要是專業過來 要是 其實呢 譬如你讀書 你在香港 選擇得來澳洲 除非你是今年的Citizen 要不然 就有錢極有限 我想說 我真的想問一下 Kenny以前的人 是否都是這麼困難 不是 澳洲不會的 不困難的 澳洲很 怎樣 好像 沒有遺留一些香港 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帶過那麼多香港的東西過來 我意思是說 那些不好的東西 我意思是說 你的茶餐廳沒有那麼多 澳洲 怎麼會在加拿大 到處去茶餐廳 不是 加拿大是比較 香港化一些 還是像一個香港 這裏過到來 慢慢你住了兩三年之後 你會洗光香港的東西 快點融入 快點融入 回到加拿大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面對更多化 但是現在面對更多化 怎麼算 當然 我覺得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那些過來 很快會使用香港的生活習慣 因為這裏是環境令到你不洗 慢慢會 慢慢會 很快 比較加拿大 我感覺上比較加拿大 融入 快點 因為我都去加拿大 去到加拿大 和香港的生活都沒有什麼改變 那裏有些人 都很容易生存到的 如果在澳洲 可能會難 都得大難一點 不是 因為加拿大 很多香港人 早年移民過去的那些 真是賣田賣地 拿著那時候 譬如說 一二千萬 過去 那時候的一二千萬 過去加拿大 真是做土豪 那你就可以亂買一堆東西 而且有些錢滅 而且那邊 就不流行投資股票 因為 看你什麼人 我自己是照炒的 因為是capital gains tax 貴 那邊 香港人去到 不懂看美股 不懂看加股 那些分析 那就是買基金 那你買基金 那裏的return 說的是 譬如 一年它給你7% 那就是 他們覺得 很多所謂的 在加拿大 那就是 好像賢洛夫那樣說 遺傳香港的生活方式 因為那邊買平自保 買便宜 以為自己很富有 因為那邊買奢侈品貴 但是 他們不太知道 其實很多 還以為自己是移民那時候 自己拿著那塊錢來很好用 但其實已經是 沒什麼錢 那些錢都在房子裡 你說流動資金 真的沒有 那些 老爸老媽那邊 那邊 好像賢洛夫所說 那邊真的好像香港 每個人都要死 要免死衝 那根本就不會 就是在家裏說 阿屌 很貧窮 那些小孩子 因為以為自己 每個人 幾億精蟲未開頭 那樣 所以就傳傳共 是啊 我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都解答到的 但是現在 一千萬 11歲 土豪怎麼只 一千億 差不多 一千萬 他門口鋪 草皮都不行 對 現在你根本 你以前 算是共的那些 港豬 以為自己很有錢 現在是垃圾 真的 曾幾何時 澳洲 我都以為自己很有錢 誰知道原本很窮 哈哈 因為有些人 他有錢都不會太張揚 其實真的有錢 他們不會真是周身名牌 那些人 去乞意 或者普通銀 因為他會更爛 自己 看到很多有錢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 為何加拿大人 這麼穿穿工 因為有錢 因為那邊的奢侈品 真的很便宜 那裡 我自己 和我的朋友 每個都是Benz 寶馬座底 你買一架 不是很貴 但是更便宜 因為那邊 美加賣些東西量多 所以 例如你 那些車你過了不知八萬元的價位 就有luxury car tax 加三成的 會打稅的 所以那些高檔車就很夠貴 所以就是這樣 還有澳洲的高檔車是貴的人 對 很貴 比起香港還是便宜的 但比起很多地方是貴 而且在加拿大華人 我們不可以一足夠打船人 最近中間結婚 那些傢伙在說韓宣 你加拿大人是這樣的 其實你結婚兩個人的事 別人怎樣搞就怎樣搞 別人喜歡吃頓飯就吃頓飯 不是呀 外國人的文化是這樣的 即是吃頓飯這樣 是啊 是啊 你看看甚麼馬克思和他吃薯條 其實是誰 你說有錢人 你又不是有錢得過梅毒 這次梅毒是昨天再娶 你知道吧 梅毒再娶就是這樣 有錢人那些不一定要搞世紀婚禮 很多都不搞世紀婚禮 他們覺得是pirate party 即是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喜歡怎樣搞就怎樣搞 是啊 不是呀 譬如你說搞世紀婚禮的那些 我用香港的例子 即是萬子娘和甜柳 還有許進亨和超勤那些 不是收屁嗎 這些簡直搞笑 我覺得根本是drama 但是你說 你說說起這個叫做加拿大人 即加拿大唐人 是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們很有錢 而他們香港的文化更新替故 又不肯承認 其實很多時候你看回他們下一代 好像我的朋友那樣 即是你是老爸老母 你差不多三十幾歲人了 你還是住在一間很貴的房子裏面 那你的車 你整份量就是用來公車 你的樣子可以做到自己是公子 很有錢 但是你賺多少錢 我怎會不知道 即是你是可以 你整份量用來公車 用來吃飯 但是你整個人就是這樣 尤其是多人多都OK 多人多我認識一些二世祖朋友 都OK 因為多人多的commercial東西多 即是那裡 你真是認真存錢買房子 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瘟哥話一條 瘟哥話人數很低 即是 譬如你三十幾歲的人 還是 譬如做 即是 很多人是 因為那邊一來公種少 即是 在商場賣電話 賣到三十幾歲 那你說有什麼前途 但是 他又 即是 賣電話一份人工 是夠你公車玩車的 但是 那就是 所以 仍是以為自己很困難有錢 仍是以為有什麼事 老爸老母會看你 加拿大是不會倒錯 加拿大其實是走著下坡 所以我不肯回去 我不肯回加拿大的 Anyway 還有沒有話要說 兩位 沒有 沒有 今集早點收聽 差不多時間了 差不多時間了 下一次再說 OK OK 拜拜